大家好,欢迎来到超级谈,我是KY,今天让我带你回到1997年,在97年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,例如铁达你好电影,非常受欢迎,还有香港回归中国等等。 除了那几件事,还有一件轰动科技界的事情,那就是P55C,也就是Pentium MMX的诞生,它拥有新的57个MMX指令,来进行多媒体工作。L1 Cache的容量变成了两倍,为32KB,这是最后一个喷腾一的版本,也是最快速的版本。 除了硬件值得一提之外,我们也可以看看当年盛行的作业系统,那就是Windows 95,它拥有美观的界面,方便认知的StartButton,同时也支持16位,32位系统和MX-Docs7,让这个作业系统非常流行。 好了,现在我们不要再背书了,让我们带你去看看当年红透般变天的电脑。 这是200W电源供应器,这是Max的硬盘,总容量为1.6GB。 接下来是AirOpen光碟机,这是Mitsumi磁碟机。 接下来是EDO记忆体,16MB。 这是3DFX无度graphics 3D加速卡,拥有4MB EDO记忆体,Fram Buffer和Textural Mapping单元。 需配合其他显示卡使用。 这是VGA Pass-Thru电缆。 接下来,这是D-Long S3 Verge,拥有2MB记忆体,快速显示画面。 我们选择此卡,也是因为它对MX-Docs和Windows 95的游戏有良好的支持。 接下来是创新的SoundBlaster 16升卡,当年是非常流行的。 也有OPL晶片,这个合成器,也是对MX-Docs和Windows 95的游戏有良好的支持。 这是Intel Pentium MMX处理器,166MHz。 这个频率当年也是相当受欢迎的。 接着为您介绍的是主板,Socket 7,Intel VX,拥有12KB的L2Catch。 再来,就是ISA调制解调器。 让我们为这些硬件进行一些简单的清理和维修。 为电风扇马达加上新鲜的润滑油。 由于这个喇叭的电线已经损坏,所以我们为它换上新的电线。 请不吝点赞 。 首先是在安装硬盘处锁上硬盘 之后我们需要设定频率 主板设定需在66MHz Multiplier为2.5X 这是配合166的频率 在旧的主板必须调换Jumper 此刻安装记忆体 然后把主板锁到机箱上 安装主板之后 我们需要安装电源供应器 由于我忘了装上电源开关 所以我们必须拆开硬盘处 才能安装电源开关 当一切都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为电脑装上ID电缆 以便主板可以跟其他设备沟通 最后第二个阶段 我们需要把显示卡和3D加速卡往PCI槽锁上 除此之外 RCA调制解调系和声卡都需要安装上去 这样我们的安装过程就几七八八了 我们不可以小看这条Buds Through 电缆 没了它我们的电脑就不会有画面哦 来 紧张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将要启动这台时光机了 看来我们需要调一调时光机的时间 因为它还停留在1997年 最后记得把所有设定都储存哦 设定完毕大功告成 如果你想看看时光机能做出什么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见